连写子也没写的 这回丢人就丢人吧 那咋的 我不能眼看着文强给我抓走吧 我不能眼看着文强给我回了勺吧 我不能让这边上有关部门 我带一辈子去吧 对吧 我要是进去了以后 文强熟不熟熟我不知道 这要是说方建华的人生 这要是方建华找几个打手 在那个有关部门 拾到我两天 那我他妈也受不了啊 一回不就得操反我们 拿着电话 拨给你累了 啪这一拨过去 你看 故事啊 来到这儿 好磨叽啊 你这么得来 兄弟 你这么得来 那你就走 那你就走 磨叽 我他妈九点半 我都没卖货 我紧着赶紧给你们讲完 让你们早点睡觉 还他妈磨叽 爬了一整 你来 全豪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拿电话这一剑演艺街 喂 哎 雷哥 鱼飞没有表现出来 特别害怕啊 说不行 雷哥 我害怕了 草难了 要干 鱼飞现在有底气了 鱼飞在山东 现在也是一线上的大哥了 老天 啊 鱼飞也是一线上的大哥了 平常遇着的啥事 有好多时候都不用给你雷打电话了 给玉明打个电话 对不对 哎 给身边的这帮兄弟 要打能打 玉明基本上走到哪 大事小情也都能给你办了 也都能给你走了 那也 都能给你办好 但是说你看 他就觉得我这个事先给念雷打个电话还是比较好的 拿着电话 趴着一拨过去 哥 怎么了 你猜我在哪呢 在哪呢 我在重庆呢 你不送你妹妹上学去了吗 哎 前两天你不回来了吗 你怎么又上重庆去了呢 哥呀 那我就不怕你笑话了啊 哎 那我就不怕你笑话了 我妹妹 小谷 嗨 在重庆啊 让人家给 坚强了 我这过来给他办这个事 我找着坚强的那个人呢 我给他打残废了 现在在医院呢 但是他是重庆招商部门的一把手 在重庆认识点人 他肯定是找文强了 文强现在过来抓我来了 我也不用跑哥 我也不用躲 你也知道 文强那两下子行 在全国各地啊 市总公司 你要论办案能力 能干过文强的 基本上连三个也没有 他在重庆 要是想抓住我 那基本上就是分分钟的事 我估计啊 挂完电话 他们也就到楼下了 这么的吧 哥 你给小贾打个电话 我给玉鸣打电话 之前呢 咱过了过招 是顾及着双方的面子 那这一回呢 咱就撕破脸 我看看咱到底行不行 我看看文强今天究竟 能不能给我带走 那我明白了 那我明白了 那你看 故事什么叫一环 扣着一环呢 什么叫一环 扣着一环呢 一开始来到重庆那会儿 聂磊还并不是很大的 那也是刚刚认识小贾 于飞也是刚刚认识 玉鸣没多长时间 双方都在顾及着点面子 聂磊有好多要求 他不敢提 包括于飞有好多要求 他也不好意思提 那么现在我问问你 聂磊刚给小贾 在郑州把这个事办了 刚给小贾在郑州 把这个事办完 他 我这个时候不邀功 我什么时候邀功啊 我这个时候我不利用 利用 我什么时候利用利用啊 俩人出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俩人在一块 共事 共的越来越多了 现在已经可以明白着说 你看哥 你给我这么这么地行不行 哥 你给我这么地行不行 我就是不管哪地 我也知道 文强 我告诉你 他好好在哪 你要是个普通 哎 地级市的市动公司 一网 直接找客厅里边就管事 但是操蛋操蛋 在哪 重庆 他是个直辖市 文强手里的权力老大了 文强这种人啊 不是说说踢就能踢的 而且 文强这几年 风头正盛 吕破大案其案要案 吕破其案大案要案 你想动文强 基本上是男女上青天 公平了 告诉我说的对不对 你要是说一个 默默无闻的市总公司 你上来这几年吧 你也没做出什么成绩来 而你就是一个 地级市的市总公司 对吧 他没事 说给你撤 可能就撤了 但文强呢 不一样啊 他这个地方是直辖市 管得多 而且文强这几年 我告诉你老铁 在上边那是红级一时啊 那红透了 在上边 还一说重庆的文强 人这个文局长 拿破案 我告诉你 没事了 总往别的地方 给讲课去 文强 活着的时候 都上那个什么什么 大学里边去讲课 知道吧 都给这帮大学生讲课 我破案的心得 都过去给分享 风头正盛 但是 我认为现在我可以和你 杠一杠了 不行 咱就谁也不妥协 咱就不通过上边了 对吧 你看啊 把这个电话 打给谁了 把这个电话 当时就打给小贾了 小贾拿着电话 你看啊 趴着一街上 喂 谁呀 哥 我念蕾啊 兄弟 怎么了 哎呀 说你看 这回啊 不麻烦你不行了 这回不麻烦你 绝对是不行了 咋的了 你还记不记得 上回我去重庆 跟那个文强 哎 我跟那个文强 整起来了 还记得吗 我知道啊 你接着往下说 咋的了 文强现在又要抓 我兄弟于飞 有这么个事啊 哥 我必须跟你说明白 绝对不愿意 我也绝对不愿意 我也绝对不愿意 我兄弟于飞 不是说我们之间 惹事也好 是咋地了 重庆 有个臭不了脸的 是招商部门的 叫方建华 把于飞他妹妹 给坚强了 于飞这一枚控制住过去 给那方建华 给打残废了 现在文强要抓他 很明显吧 是吧 人家之间在重庆 观观相互 那 胳膊肘肯定是冲着里边啊 他不可能说向着于飞啊 这要是说在重庆 给于飞抓了 我觉得那后果 应该是不堪设想 他在里边 他得遭死罪了 那文强就往死里边欺负他 而且之前 咱们在一块掰过腕 那个时候 我也是感觉 不好意思 多给你提要求 包括你看 于飞也不好意思 多跟这个育鸣提要求 但是这一回哥啊 是你看兄弟 我必须得求你一回了 聂蕾很少这么说话 知道吧 很少这么说话 平常有时候连哥都不喊 哎 连哥都不喊 小贾有时候 一给他打电话 他就怎么了 是吧 有时候连哥都不喊 今天歌唱歌 他在这喊着 而且啊 就是三句两句 三句两句 就是哥 我求求你了 哥 我求求你了 哥 我求求你了 就是这 小贾当时就听出来了 哎 这 磨操 能让聂蕾 他别说这么低三下四了 能让聂蕾这么正式的求我 看来这一回文强是真机样了 看来宠庆那边这回是真下功夫了 再一个 这个事 我还得说想办法应该怎么整 当时在电话里面给聂蕾说了 他给你们妹妹坚强了 这事确实是有点操弹 但是你看 于飞坐的是不是也有点冲动啊 啊 重庆那边的有关部门 你不能随便打 那 是你看 哥 还是麻烦你上这信吧 我求你了 行吧 就是那文强 他现在已经带队过去了 你只要是能联系上他 你想办法把这个事压下来 是吧 咱就咋地都行 行 那行 那我知道了 那我知道了 好嘞 给电话呀 趴着一撂下 撂下电话之后呢 那你看这个时候 哥啊 把电话一撂下 小贾当时 聂蕾当时把电话回给于飞了 就说了啊 说这个飞哥 你放心 我现在呢 已经给小贾打完电话了 小贾已经答应我了 马上就跟重庆里 哎 马上就跟重庆里边联系 但是这个时候 你看于飞在酒店里边等着 这个时候呢 谁呀 这一帮的这个啥啊 文二哥当时领着一帮的阿斯 已经到楼下了 拿着小喇叭在底下疯狂的喊话 摆在底下疯狂的养言 说咱们得下来吧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或者咋地的 那 十万火急 现在 小贾当时在这揉着眼睛 揉着眼睛 我怎么跟重庆那边沟通呢 我要直接给文强打电话吧 显得我这个段位有点低了 我要是找个能管他的给他打电话 文强还不一定听 想来想去 你看一方面是不让聂蕾掉地下 那另一方面是咋的 来吧 我就给聂蕾把这个面做足吧 给我找来 给我找文强电话 把文强的电话找着了 文强那两年我告诉你 他在上面特别火 他要是不出事 有可能也上潮了 再说实话 别打死人了 这种急那种急 这种急那种急的 别打了兄弟们 我求你们了 我先喝口水 好吗 别打这 是吧 付这种急付那种急 咱别打这 是吧 我都是客厅客厅的说 你们在底下那胆怎么那么大 不要这样 千万不要这样 小贾当时寻思一寻思 我给念雷把这个面做足吧 人家念雷上一回 就是你看我在郑州这边出了事 那念雷可以说是十万火急的 跑到那个地方过去救我 而且念雷怎么给我办事的 小贾是看他一清二楚 那么念雷能为了我两肋插刀 我为了兄弟 是不是也得干脑徒弟一回啊 我这个级别怎么的了 那念雷也不是天天惹事 对不对 偶尔有个一回半回的 我该舍脸 我也得舍脸 那你看 文二哥真正的压力 这就来了 文强这种人 他顾忌的是啥 我告诉你啊 他顾忌的就是上边的人 跟他真急 就是我真打算放弃掉你了 是吧 我就明着要求你怎么怎么做 怎么怎么做 因为你这几年你没事 你做的挺好 上边也不会刻意的去要求你什么 去打压你什么 但是上边一旦就是对你提出要求 而且态度极其不好的时候 给你放下难听话的时候 你必须得听 为啥呀 你不归人家管吗 是不是 你不归人家管吗 拿着电话你看 小贾琢磨一琢磨 当时就拨过去了 啪的一拨过去 文强这边在底下 来来来来下来吧 给你五分钟时间考虑 你要不下来 我就给你往上边扔个小马斯包 我就上去 我给你那啥了 我直接我就上去 我就给你抓过来 我就给你抓下来 电话响了 文尔哥当时你看 往车里边这一坐 拿起电话来这一接们 往车里边这一坐 把电话一拿出去 喂 谁呀 是文局长吧 你好啊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咱们 这个部部里边 是不是 这个小贾 哎 领导你好 怎么有事啊 文强啊 这个事呢 不是我挑你 这个事呢 也不是我逼你 当然了 他更不是命令你 那会儿倾倒的就这么低吧 行吧 贾总啊 我寻思着 他们就得给你打电话 你就得给我打电话 但是 贾总你觉得 为了这么一会儿人职吗 你说我文强这些年 我是怎么做的 在上面应该也都能看得出来 我希望你不要为难我 我觉得 我作为重庆市总公司的一把手 我办点案子 是不是 我解决点这个 事件 没啥毛病 而且呢 这会儿倾倒的 来到我们重庆作案呢 是惯犯 他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 之前呢 你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也是考虑着 你的面子 我也是考虑着 说个人的面子 是不是 我没怎么递他们 上一回惹的麻烦 就已经够大了 但是这一回 他更是把我们 招商部门的一把手 方局长 给打成了残废 而且手段的极其的残忍 所以说 综合考虑的情况下 贾总 这个事 你是不是不要管了 那我要是破不了这个案子 我觉得给山城的百姓 我给不了一个交代 在我的这个政治生涯上 他绝对是说乌黑的一笔 我不喜欢那样 哎 你看着啊 文强这么说话 就有点狂了 知道吗 小贾就说啊 来 你接着说 那 好 好好好 你想做出成绩 嗯 你办案 我不反对你 嗯 你接着说 嗯 说完了吧 说完了 人不能装 那 贾总 神你看 人不能装 你想做成绩 有的是机会 啊 你想往上来 有的是机会 你想给什么 所谓山城的百姓 是一方净土 你有的是机会 你不一定 非得拿着他们做文章 怎么的 你光剪着好的说 你怎么不剪着 不好的说呀 文强啊 上面听说过你啊 是因为你有能力 我父亲也好 包括说朝里边 这帮老人 也都注意着你的 你做的好 我们这帮老人 能看见 你做的不好的地方 我们也能看见 你只是目前来说 功大于过而已 怎么的 在我面前做自我表扬了 一打电话 就是你八十年代的时候 破过什么案子 九十年代的时候 破过什么案子 你这两年做的不错 你怎么不剪着 你不好的地方 说一说 有关于你的投诉信 我父亲手里边 可一大堆 一封也没拆开 看过呀 我们家没找过你的麻烦 我他妈就让你别抓个人 你跟我俩在打报告呢 你他妈跟我俩上纲上线的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 人不能抓 你要是抓了 你可以试一试 我性假的就说这么多 我就是个小孩 我能代表得了我父亲 但是我不是我父亲 你也不用考虑到我父亲的面子 你现在就可以上楼 给那会儿青岛的抓起来 抓回去以后 该判判 该枪毙枪毙 第二天报纸上全是文局长的功劳 但是我保证 第三天你的负面就是一大片 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都看着你文强好的同时 我也得让他们看看 你做过哪些糙蛋事 我也得让老百姓们看一看 你干过哪些不好的事 我就说这么多 原来可能就像你说的 咱们之间互相给个面 你好我也好就完了 是吧 你没有太大的原则性上的问题 你没有太大的说 这个原则性的问题 我们不长意 别非得走到那一步 说撕破了脸皮 听着没 我从来没有这么要求过一个人 我也没有这么要求过你文强 但是我现在我要求你一回 你是上楼抓人 你还是扭头就走 你自个看着吧 泡着意料 这几句话其实已经够分量了 这几句话其实已经 绝对是够分量了 说的不明白吗 是 这两年夸你的特别多 但是谈论你的 每天你的举报信就文强怎么怎么不好的 我爸的办公桌里边那信封一大堆 我可一个也没拆开让他看过 是吧 把电话一撂 于飞当时就在上面看着 当时他就看着文强从车里边出来了 以后表情就软变了 上面怎么不惯着我了呢 这怎么不惯着我了呢 寻思一寻思 他是个聪明人 他是个聪明人 眼珠子滴流着一乱转 是啊 我是想干点啥 我也没必要飞 得今天拿着鱼飞做文章 不行今天就先这么的吧 扭头了一上车 在对讲机里边说了两字 收对 哗哗着就走了 于飞当时一看撤了 紧接着文强文哥的电话就来了 拿着电话这边一接 喂 文总你说 行啊兄弟 还真有人管你 行 但是有一点啊 钱你指定是拿不走 好吧 我不抓你了 啊 想要钱的情供下 跟我要 我没给人家方老板 我没给人家方总把事办成 我就够磕着你了 你要再从这拿走一百万 你是删我嘴巴的了 这个事呢 我给了你上面领导一个面子 我希望你也给我个面子 咱别为了这百八十万块钱 整的 你让我挺下不来台 以后来到重庆 我是希望能给你们喝杯酒 不要再给我惹麻烦了 听明白了吗 文二哥的面子当然指着也钱了 谢谢文二哥了 爸这一撂下 两个都是聪明人 我告诉你 有的时候文强那边 你还必须得给他一个 小贾当时在上面都那么说话了 对吧 文强走的时候 那脸色多难看呢 在重庆霸道了一辈子 牛逼了一辈子 老铁 你说出来了 没给人抓我去 扭头走了 这帮兄弟们怎么看我 是吧 差不多这就得了 反正我给那哥们打残废了 哎 说实话 不是说于非 不差这百八十万 而是真真正正啊 到了这关键时刻的时候 你得说 哎 直到互相给面子 你得有机有收 是吧 你没几没收 绝对是不行 哎 那你看 把电话当时回给了聂蕾 聂蕾当时心里边也知道了 头一回办事 小蒋都没这么给他办 包括给玉鸣打电话 玉鸣都说 哎呀 不行啊 雷弟啊 咱受点气得了 只能说从你里边给你们放出去 想要赔偿 你想报复别人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头一回来到重庆 那是正儿八经的 让文强窝了 聂蕾一回 窝了 哎 于飞一回 那么第二次的说啥 我把这个面给他扫不回来 但你看啊 别着急 马上他还会有第三回 那么第三回究竟是文强打了聂蕾 还是聂蕾收拾了文强